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1月3号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咱们今天来关注一下中国在新一年的一些政治经济的动向 咱们众左舟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和民众消费能力的衰退 很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躺平 这样一种带有一定的对抗性质 但是比较温和的 降低自己的欲望 让自己受损失 来让自己的这个世界活下去 这已经是很无奈的选择了 但是眼下中国新的指向性 新的方向 告诉你躺平也不行了 国家在准备新的更准确更精准的鞭子或者镰刀 要把这些躺下的人给它搁起来 躺平以后的中国可能也是一件难事了 所以这个动向我觉得非常重要 咱们拿回来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好 那怎么回事呢 这件事其实有两件事情 一大一小 咱们先从小的说 再从大的说 大家看图片 这是中国的南山镇2023年度躺平休闲人员拟定名单公式 它的意思就是说 根据我们这个什么什么叫休闲人员和末位鞭策人员处理规程的精神 你听这名啊 诺位鞭策人员啊 这个精神 经谈话调研民主评议作风效能领导小组审定等工作环节 经震党委研究同意 以下八名同志列入南山镇2023年度躺平休闲人员拟定名单 现将名单公事如下 我就不念这名字了 是吧 这八个人有名了 这个东西像什么呢 就是说它像一个公开处刑 或者就像文革时期那个戴高帽子游街批斗 只不过现在还是属于文斗的状态 还没有进入到武斗的状态 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对吧 人家躺平招你惹你了 人家躺平是偷你们家鸡了 还是妨碍你们家公务了 没有 但是你到人家家去 你把这些人揪出来 给人家的名字耻辱的登在这个公事名单上 让别人以后出门的时候被人戳几两股 你看那个就是那个朗汉 他躺平 他垃圾 他是末位人员 你干嘛呀 又玩这种人民群众斗群众这种 对不对 后面说说公事期间 如有不同意见 可通过来电来访等形式 就看起来好像很民主的样子 对吧 实际上呢 他说根本就是一个 刚才说的文革式的批斗 下面这个受力单位叫南山镇作风效能办 这就跟当年那个文革办公室什么的 是很像很像的 谁批准你建的叫什么狗屁的作风效能办 就共产党的官员 你还好意思舔这个大脸跟这说 说老百姓的作风效能办 中国那些官员什么尿性 咱心里也没点数吗 对不对 简直就是什么呀 乌鸦落在猪身上 他看不见自己黑呀 然后如果你以为这事就完了吗 妈 这你觉得是一个小镇是吧 代表不了中国 下面大的来了 中央裁办副主任 发了话了 怎么回事呢 中央裁办这个副主任 他是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就有实权的 那么也是同样是中央农办的主任 韩文秀 在中国的央媒发文指出 注意听啊 这很关键 他说我国内需潜力巨大 是一个副矿 人矿是确实敲定了 对啊 副矿副矿 我们老有钱了 哎呦 然后呢 说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形成消费和投资 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挖掘城市地下官网改造 农民工市民化 然后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潜在需求 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大力发展新的消费增长点 截止到这儿没什么问题 这个话听起来 虽然说是执行起来很难 但是从概念上来说 都是为人民服务 造福人民的好话 但后面这风格就味道就不一样了 后面什么说 他说 前面说增长点点之后 说我们要以提高技术 能耗 排放等标准为牵引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 完善融资投资机制 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 等领域建设 观众朋友们您听出味道来了吗 对 整篇文章 这个韩文秀说的最关键就是这个 以提高标准等等为牵引 这叫什么 这叫牛不喝水墙摁投 其实前面咱们说的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关系 那部分也有隐患 那部分隐患跟这个部分加起来 就变成了抽象躺平人员的鞭子 怎么呢 你想想看 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和中国现在的消费能力 并不是本质上 咱们说很多次了 不是由于老百姓不消费 不是说我有需求 我有钱 我不知道哪花呀 中国的问题是老百姓兜里没钱 银行里存点钱 就是最后的救命钱 不能动的 但是政府不管 政府说了 你们躺平了是吧 没关系 我有新招拿鞭子给你们抽起来 前面说 说什么让农民工 市民化 医疗 养老 消费等等这些东西的 要扩大这方面的需求 现在的需求你满足了吗 是我们老百姓 这个医保已经让我们 已经 这个钱都没地儿花了 是吗 不是啊 你不停地往医保里注水 对吧 中国的医保能够报销的有效的药物 是越来越少 进口的有效药物是越来越少 然后呢 告诉你说国产化 很多的外国药物 中国仿制完了 告诉你说国产化 结果药效连外国的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都不到 根本不顶事 这种消息 你们可以身边 如果有医院的朋友 你可以去问问 尤其是外科手术 相关的需要给人推麻醉剂的 推一些什么特殊药物的 以前外国的这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药物 啪啪往里推 管用 按照自己的医学院学的东西 就推进去这病人 比如麻醉是吧 该自己几点醒 该麻多少 现在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情况 就是手术一半 病人醒了 你猜是为什么 那么前两天不是还出了一个事吗 说一个老人 老头 60多岁 80多岁了 做眼部手术的时候 半途醒了 喊疼 那医生也狠 拿唇都光光捶着老头 还记得这事吗 就前两天刚发生的 不算前两天 去年发生了 2023年年底发生的 对吗 他为什么中途会醒啊 那麻药剂量根本就不合格 人家麻醉师按照你的标注的剂量 人家学的这些东西 专门的给你按你的体重 你的什么血压 你的这些什么代谢比率 给你推进去 按理说整个手术是没有问题的 结果你呀 那个国产的麻醉药 里边什么这些玩意 什么药 里边的产品是伪劣的 说能管多长时间 时间一半都不到 那人家怎么 麻醉师人说我是神仙呀 我哪知道 我还管质保是怎么的 所以等等等等 咱们就不展开说浪费时间 所以中国这些地方 根本没有满足人们的需求 但是政府不管 这些该由政府投资 去拉动的地方 真正需要花钱的地方 政府不花钱 怎么办呢 我提高你的标准 这个玩法 其实作为我们北京的朋友 和中国很多地方的朋友 有开车的朋友 是最熟悉的 什么的 最早的时候 中国玩这招叫什么 叫汽车报废 强制报废标准 这一点是我来了美国之后 我感受最深的 也是经常骂中国最狠的一个点 就是在中国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车报废 就报废吧 国家为了我们好 没有问题 有隐患出了事怎么办呢 直到我到了美国 我看见大街上 人家跑的 1956年的老爷车 甚至还有1930年的老爷车 人家怎么还不报废啊 人家自己改改发动机 改改这改改大 就一直开 人家还觉得很拉风 把那表面漆刷了正亮 你如果光看那车 你以为你穿越到100年前了 怎么了 人家怎么不管啊 人家怎么不管啊 难道美国的科技 美国的这些东西还不容易中国先进吗 所以这个汽车强制报废 其实就是一个剥削老百姓的最常用的手段 然后后面是什么呢 就是汽车这样大件已经不能再过去了是吧 你再这个报废年限再往后减的话 老百姓造反了 怎么办呢 把这手段下沉 下沉到家电领域 你想想家电嘛 对吧 你买你可能买不起车 你总得用不起电器吧 什么吹风机啊空调啊这些东西 你都得用吧 那好 这就得说到中国一个一位名人女士 就前两天跟这个王自如搞的这个有风风雨雨的这个 叫什么董明珠 她呢 我想想是2020年 我看了好像在前两年也提了 但是我记得是2020年那年 那年不是因为是这个新冠吗 我很关注这件事情 结果顺带看了也好家伙 她提了一个提案 我给您念一下 2020年两会期间 董明珠人大代表啊 她提了九大提案 其中一项就是关于家电的提案 她说什么呢 说应该用立法的方式 强制超期服役的家电进行报废 如果用户使用了超期服役的家电 导致安全事故 不应该由厂家承担责任 观众朋友们您听听 还有比这不要脸的吗 还有比这个损的吗 当然一些五毛粉红他们会洗地 说春桐王你这不能为黑而黑啊 这个电器就超期就应该报废啊 对 超期使用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报废 人军队里边也是干嘛 这么干的 但问题是这个超期的期限是谁来定的 是你定的吗 是你董明珠定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上 OK 你比如说中国 中国在一些家用热水器 他给你定的年限 好像是 你说这我离开有些年了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记得我走之前 中国的家用热水器 好像是八年吧 也不六年 就有效期使用期 过了一次就该换 那美国那个家用的燃气 大的那个励志那个热水器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十二年 怎么中国的比人家短那么多呀 当然我只是一个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印象 是我生物中的例子 我直接拿来就用了 有不对的观众朋友 可以给我补充 好吧 您可以举举您身边 中美或中日等国家的 这个使用年限的不同 你会发现很多歪理 都是由于一些 这些企业家 这些良心大大的坏的人 给很多百姓灌输的 确实超期服役不对 但问题是 如果一个东西 本来能用15年 你让它只用7年 然后你告诉他 他超期了 是谁王八蛋 而且咱们再退一步讲 董明珠说什么呀 说家电是吧 超期服役容易引发火灾 那我想咱们谁告诉你的 怎么人家国家的电器 比如说咱不说美国 你比如说墨西哥 你比如南美等一些不太发达国家 人家穷人怎么活呀 人家的电器坏了以后 人家就去修去 不是买了 不是扔了 再买个新的 人家去修去 那可能这个整个机器里边 不同的零件使用时间不一样 一个电饭锅 修吧修吧 可能再使5年 再使10年都没问题 你为什么一定要人家更换新的呢 这就是跟韩文秀 中国整个官员的方向是一致的 你不是没有需求吗 没关系 我教你什么叫需求 你说我不需要 不需要 我没有那个钱 我说你有 党说你有 你就有 你必须得有 你没有得有 是不是啊 对吧 他是这么一套玩法 所以这真的是丧良心 所以说难怪金星 怼董明珠的时候 是一点不带客气 什么口含明珠进退自如 是吧 确实是进退自如 人家作为国企的 掌权的 怎么着不是搁你酒菜 你以为你不买电器了 我卖电器卖不出去了 我就拿你没得了 我立法 我让你必须报废 所以中国这次这个新的2024的方向 它实际上本质就是敲骨吸髓 你不是躺平了吗 我把你躺平的权力给你剥夺掉 让你必须给我站起来 这对于很多国内躺平的人来说 躺平的朋友来说 真的是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 其实我们本质上来说什么叫躺平 躺平这件事情跟两件事情很像 一个是有点像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但是没有人家那么激进 同时又有点像日本在失落了30年 所谓的这种佛系 所谓的这种低欲望社会 不叫佛系 佛系是中国这边搞起来的 它像两者的一个结合中和体 并不是说躺平是我们的最优选择 我还是那句话 中国很多人是无奈躺平 然后吹捧自己的躺平 是一种自嘲 是不是官方的这些新闻发言人 和这些官方的喉舌 你们语文都没毕业 小学没毕业 是吧 不敢语文学历太高了 免得冒犯 是吗 你们是不是听不懂 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心声 老百姓不是在歌颂自己躺平 人家是没办法 人家不想要小孩吗 人家不想要豪车吗 人家不想要好日子吗 人家不想说顿顿吃的放心的 好吃的饭菜吗 没钱 不放心 海克斯科技 人家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经济玩法 到现在为止 就应用咱们之前那句话 怎么样抢救 强心针 什么是各种各样的 叶克勃设备全给上了 就不松开掐脖子这只手 那你玩到什么时候 这是一个官逼民反 激化党民矛盾的政策 但是它符合很多权力阶层 很多这种利益集团的诉求 在这些利益集团的眼中 就是总觉得中国老百姓 就像这个是吧 有些不能形容的物体 对吧 挤一挤总是有的 它总觉得老百姓挤一挤 总能炸出点水来 所以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往外给你炸 今天让你换个车 保费了 明天让你换个空调 换个电器 大夏天的 热到40度 你这空调超气的 不换 不换热着 反正不能开 先来拆走 拆走之后 他把这空调转手 怎么怎么 倒倒倒倒卖了 你跟那热着吧 40度 这种方法绝对玩到出来 你信不信 对不对 所以总而言之 一样而总之 你看到中国最近的这种 文革风气越来越浓 前两天的消息 伊利成立武装部 大家都听说过 是吧 伊利奶好不好 好 真谈良的好 敢说不好吗 一个字崩了你 武装部 名义上 你说武装部防谁的 又没有境外势力 又没有外地入侵 你说你告诉我防谁的 以前说毛泽东时期 搞武装部 还可以说防范蒋 蒋特 那就是蒋介石的特务 你现在呢 你让人家台湾人笑死 对不对 台湾网友现在看大陆的政策 就跟看傻叉一样 这给中国长脸吗 一点都不长脸 好吧 所以这个消息 这个政策 这个方向 我今天分享给大家 很多中国的朋友 一定要早做准备 就这道理你应该明白 就是人为刀组 咱为鱼肉 不是说我们躺平 它就搁不着 只是让这镰刀 搁的第一线搁不着了 它横着搁不着 它不会竖着搁吗 刀把子在人家手里边 千万不要觉得 好像躺平就没事了 好吗 那今天的话题 咱们就聊到这里 对于本期内容 有什么观点看法 欢迎评论去留言 如果喜欢这多视频的话 千万别忘了 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